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受疫情牵连客群全没了 受影响的还有这间传统小吃 卤肉饭跟干面是店内两大招牌 小姐上班前都会来填包五藏庙 但好景不比从前 现在业绩至少掉了三成 位在临森北路条通上的消费族群 原本是以观光客为主 但在疫情爆发初期 他们的生意已经受到一波影响 如今酒店在停业 他们现在连当地的消费族群也快没了 以往的中山区条通一带 越业越精彩 餐饮业客群分成两大部分 早上主要是上班族跟观光客 晚上则是酒客跟小姐 虽然客源不同 但同样受疫情影响 生意惨淡 昨天他们都还说再见 还看不出来 疫情开始就已经开始有歇业了 歇业的状况 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其中最佳甜品店在临森北路 有百年历史店内招牌 苦茶可以养肝酱火 过往是不少小姐喝完酒的解酒庙方 但只身调通大宗的酒店 统统不营业 客源大检 更苦的恐怕是周边谈犯 参政宣众管理蔡俊祺台北报道